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特币价格在昨天晚上也出现了大幅反弹 在目前最新报价是回到了8000以上 那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着重来说一下就是这两天 这是市场连跌两天 但是散户是在硬扛 机构却在割肉 我们知道在过去两个交易日 全球的股市是遭遇了难得一见的下跌 那么昨天情况如何呢 刚才说到的在连跌两天之后 在昨天股市表现就显得是尤为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给大家算过 咱们说一个产品它如果是区分 它到底是调整还是下跌 通常来说市场给予的标准呢 就是10% 换句话说如果从高点回落 只要是在10%以内 那么可以说它是处于一个回调状态 调整状态 但是一旦下跌超过了10% 则变成为一个下跌的开始 或者说一个向下的趋势 所以说如果我们把美国道雄斯指数 以26600点计算 10%的价格大约就是在23900点左右 因此23900这个价格就势必不能够被跌破 一旦跌破了这10% 那么美股将会从之前的上涨之后的调整 变为最终的下跌确认 所以说昨天在开始下跌500点的时候 全世界的投资者心里都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所以说幸运是最后呢 是被成功的拉回了 但是美股这样呢 也出现了一个虚破信号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的呢 就是这个投资者的心态问题 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通常来说啊 股票下跌 特别是暴跌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卖盘蜂拥而至 我们通常一种思维会觉得呢 股票下跌 第一个跑的肯定是散户 那这个时候呢 说不定昨天晚上 庄家就在抄底进场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这个想法不一定是正确的 对于散户来说 很多时候一旦有了盈利 他们是急于想平仓的 但是一旦发生了亏损的情况呢 则喜欢扛着 普遍的心态就是 等等看再说 万一他之后反弹了怎么办 所以我们知道呢 散户一直是觉得呢 亏钱可以等他会回来 但是赢钱呢 要快速平仓 这样一来就很容易造成亏 就会亏得很多 但是赚 往往只赚得很少 那么所谓的机构客户 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专业投资者 则另一种方式 由于他们使用了这个止损和止盈 以及严格的风险控制 所以在每一次市场出现下跌的时候 他们会第一时间平仓 即便是下一秒钟市场开始反弹了 在上一秒钟的时候 到达了他们的平仓线 也会毫不犹豫的平仓 所以像每股连跌两天这样的情况 很多时候呢 是有90%的订单 其实是来自于机构客户 或者是电脑自动的程序 一旦他们到了他们设定的平仓线 将会毫不犹豫的割肉离场 所以我们平时心里理解的 这个散户割肉其实不对 散户是喜欢硬扛 真正及时割肉的 往往却是专业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那么这幅图是我们在这个下跌第一天的时候 也就是在本周一的时候 给大家列出来的图 当时看到美国股市呢 从26000点下跌了1300个点 当时到了25300点 但是呢 在日线图上依然是出现了一个是明显 还是在上涨 这幅图过了一天 我们看到呢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从25300直接是打穿了日线级别的支撑线 最低价呢 是到达了23000 085附近 那么但是我跟大家说到呢 如果我们把时间看得更远 从2016年到现在 出现过三次击穿日线级别支撑线的情况 但是每一次呢 都在三个交易日中反弹回来 那么希望这一次呢 也和之前一样 这次在昨天晚上击穿了之后 顺利的回升到了日线支撑线以上 如果之后呢 它能够始终保持在日线级别的支撑线以上 那么美国股市应该来说 还是处于一个长期看涨的局面 但是呢 我们要说的是呢 这个不论我们是做投资也好 做短线交易也好 心中还是需要有一个底线 一旦这个底线被打破了 一旦价格低得离谱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算是下一秒钟 它开始反弹 下一分钟平仓以后 它就开始回升 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的割肉 止损离场 毕竟俗话说得好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本金的保护是最重要的 只要这个市场存在 它就永远会有机会 那我们由于大部分咱们是散户 资金有限 实力有限 时间也有限 因此我们首先要最大程度 保护好自己的本金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 在市场暴跌情况下 我们应当做到的风险控制 那最后投资者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是今天晚上澳洲时间凌晨2点 中国时间凌晨 晚上11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原油储量数据 对于交易原油的朋友们来说 今晚的数据比较重要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电影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我没关系 你 我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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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